你身旁那只案件刘二全 你可不得不妨了 你别看你免了那么多人的赋税 对百姓有再造之福 可是这个世道呢 就是一本糊涂账 你开着一条路让大家伙走 到最后 那就必然有人无路可走 是不是 施先生说得好 来 傅藤 有事吗 我来是要跟你商量 清明上分的事 放心吧 我都让老许安排好了 不会务实 你回房吧 你是不是怕我不去啊 我知道你是个孝子 给你爸伤坟的排场 我一定会安排好 好吗 不是我爹 是你爹 什么意思 我爹他是个可怜人 而你爹又何尝不是 想想杀他们那些军阀和土匪 本来就是以求之和 这世道就是这个世道 可怎么说我爸生前也锦衣 于是凌落处断 比起来我那老公公 才是真正可怜的人 他老人家一生孤苦 如今到那边去了 难道我们这些做后辈的 还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继续顾苦吗 亲命上分两秒都要办 尤其是你爸那边 更要大办 难得你有这份心 可是我爸连个失手都没有 就剩几件衣裳 冒出多大动静也没用 只是偏偏活人罢了 只是偏偏活人罢了 葡萄 事到如今 你就没必要再骗我了吧 我知道新凡就在南山 而且 风水还不错呢 你怎么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有个提起的丫头 她姐姐家就说在南山 你立了墓碑 刚好被她看见了 我自己的朋友 你怎么知道的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自己的心理 你怎么怎么这么 你怎么怎么这么 同情搭理 说白了 我爹和我姐姐都不在了 我那个姐夫是个靠不住的人 我救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我干吗还要跟你过不去 毕正仙到处散播谣言 说你爹是我害的 你信吗 这根本就说不通 你刚从外地回来 就出了趟远门 就结交了那么多的权贵 我看 这分明是毕正仙 延后我们刘家的财产 死同外面的旅长陷害了我爹 要不然出事那天 他怎么就溜了 不至于吧 至于 我把你们刘家的外债都给免了 恨我吗 恨 我怎么能不恨你呢 可是你看看我这个样子 还能活几年了 就算给我金山银山 我也消耗不起 那些没赚钱的银子钱 免了也好 你也算是给我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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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是该当官幕相看啊 今天真是该当官幕相看啊 这在哪儿是哪儿啊 以后你才知道我呢 我送你回去 我送你回去 黑娃 你快点儿 大哥都等着急了 这是有何书刷的纸 我要多砸些 这是黑娃家吗 是啊 你们快去花椒岭吧 何老爷和老乌他们 被魏正仙的民团围住了 不是说好去南山上坟吗 怎么突然跑到西边的花椒岭了 我是犯山货的 在花椒岭遇到他们 是何老爷让我来找你们的 好 谢谢啊 那我走了 黑娃 快 黑娃 你快点儿 看着老乌了吗 我今儿一早就没见着她 老爷 屋头一早就去南山坟这去了 一早就去了是吧 二小姐都准备好了吗 都好了 都好了 走吧 走吧 尹尹尹尹尔月 倒后 都好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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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步不行 停 保棠 您怎么不走 我在这儿等他们呢 你先走吧 嗯 那我先去支点我父亲 然后去南山找你 好的 走吧 你这都来云家吗 我知道 赶紧催他们 让他们快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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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扎彩铺扎小人的 指儿在坟前摆放有讲究 是老吴让我们跟着去的 回来了 人呢 邻居说 一早老吴把他们叫走了 可能先去南山了 那既然早有安排 那咱们就走吧 来人啊 屋头 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 看见何老爷了 一大早就走了 上坟去了 我给你找个大夫看一下吧 一会儿倒完水去吧 不是说老吴他们早就来了吗 怎么不见人啊 是啊 按说他早就应该来了 爹 儿子来看你了 爹 宁儿今天 替你报仇了 黑王 黑王 你慢点 黑王 事不对啊 不对了 今天是清明节 大哥一定去南山寄点和树啊 怎么都说好了去南山 怎么跑到花椒岭呢 没道理啊 是啊 花椒岭不是和树遇难的地儿吧 不对不对 这里面一定有事 给咱烧尽的人 咱都没见过 这里面要有诈 大哥一定有危险 回去花椒岭了 去南山 等一下 咱们先回刘家吧 回刘家 快 等一下 小姐 叫他们先回去 你们都回去 我去给我滚滚烧水箱 好 走了走了 走了 再复 嗯 昏过去了 多感谢头 我们和阿妇同心 放心吧 就是闷不死的也困死了 我们这法子套过黑熊 补出三天必死无疑 他和服他还能比黑熊结实 他又给你发现了 这荒山野领的 除非他死鬼老爹从坟里爬出来 否则神仙也救不了他 求求你 不然你们在这儿守五天五夜 能做到吗 要得了那么久吗 三天他就得死 和服当他不是一般的人 最少也有五天 事成之后 我给你们一钱打烊 让你们远走高飞 我不要你的钱 只是你被亏了我这兄弟就行 以后你的兄弟 就是我的兄弟 和服当的那些兄弟不是善来 他们一定会找到这儿 所以我让你们守着这片链子 要是有人敢靠近墓地 不管是谁 都比让他活着出去 老吴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昨天晚上晚饭让您下了邪药 妈的 咱们同事被算计了 大哥他一定有危险 一定是魏正仙干的 这事跟魏正仙没关系 问题出在刘二泉身上 就算是魏正仙也脱不了干系 蓝月 咱俩分头找 你去拿筛 你干啥去 我去找魏正仙 黑娃 你别冲动行不行 黑娃 你别冲动行不行 放手放开 我把他找大哥 黑娃 这个黑娃呀 他太不了解刘二泉了 如果他真想害福堂的话 肯定有其他的安排 绝对不会借着魏正仙的外力的 那这是为啥呢 刘二泉不想引狼入室 那现在怎么办 那臭婆娘没回来 大哥他又下落不明 黑娃又 我想魏正仙 肯定不知道福堂的事 黑娃就是去了 魏正仙不能把他怎么样 关键是赶快找找福堂的下落 白月 你赶快去一趟南山找找 我去跟施县商量一下 那你身体行了 行 你赶紧去吧 魏正仙 我出来 欣慰的 今天不把我哥交出来 就跟你玩命 你再往前走一步 老子一枪包了你 你再往前走一步 黑头 林肺大 吃了豹子咱们了 老子连性酸的毛都没见着 交什么人 魏正仙 别以为你有带小呢 我就怕你 把我哥交出来 大哥 别跟他废话 一枪包了他算了 行了 黑头 先去打听打听 我魏正仙是什么人 嫂子从来是当院抽刀 从来不背后下人 你是君子吗 屁话 老子起码是条汉子 姓何的不见了 那是他活该 保不及在外面就被雷劈了 被狼叼走了 兔崽子 害死了丈人爹 又毒霸了刘家的财产 遭报应 早晚的事 扯你娘个蛋 我告诉你 我哥命硬 你肯定走在他前头 你要再敢放屁 老子先送你走 对头 欺负他干啥 也不怕人笑话 通走算 滚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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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步步 人呢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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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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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这么缺德 有人吗 来人哪 嚷嚷什么呀 谁呀 我总可以猜不来是你 那人跟你也是一会儿了吧 事又怎么样 咱们不认识 咱们有仇吗 别动 什么啊这是 朋友 你想烧死我 不是 怕你爬上来 朋友 咱俩谈谈行吗 你说吧 我猜你不是为扔仙的人 是刘二选招你来的是吧 嗯 带我爹分钱吧 可是不是刘二选的主意 对 那给了你多少钱 我办这事 不要钱 朋友 别蒙我 杀人是死罪啊 你哪会不要钱啊 谁说我要杀你了 我挖这个洞是为了套袍子 是你自己掉下去的 将来你是饿死的 渴死的 反正不是我杀的 你往那边躲躲 别临着呢 反正他妈的躲死 你为什么不来个痛快的 这是我和二泉说好的 我不想杀人 二泉也不想我杀人 再说我娘还在风雷阵 要是让她知道我杀了一乡亲 我怎么活呀 听你的口语你和二泉以前就认识了 这个你没必要知道 刘二泉告诉过你 他为什么要杀我 他说你害死了他爹 你信吗 我信二泉呢 我知道了 你们俩是一对了 我以前听刘府的人搅混舌头 我七八年前了 刘二泉跟一个唱公司通 后来被刘老爷知道了 掉下来打个半死 后来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是你吧 你别走 走 太大意了 你们是太大意了 小屋子 你说你多聪明一个人哪 你怎么让人家往你碗里下了药了呢 喝点热糖 是 还有你们两个 大活人 大男人 就让人家折腾来折腾过去啊 施先生 事情太突然了 我们都没想到 我祝福福堂都是变了 让他防着点身边那个婆娘 你像古代吧 多少个皇上的江山都毁在了女人的身上了 那别说一个家庭了 是不是 施先生 你也太太君那婆娘了吧 霍国殃民的是红颜 是角色美人 这才能迷住男人的心窍 就乃刘二泉 残疾 孩子你可不知道 这刘二泉啊 她是酒病成妖都变鬼了 她比你说那些美人啊 她是更可恨 那是可怕呀 明白不 刘二泉这娘们 办事滴水不露 咱们根本抓不到她的把柄 跟福堂去的所有的刘家的伙计回来 一口咬定 就是没看见福堂 那这么大的事 魏正仙他们不知道 那到底是谁在帮着刘二泉呢 难道是刘家的家庭伙计 我也琢磨这事呢 这看来明天只有到刘家去要人 他不能说一句话被土匪害了 也就跟没事人似的吧 是 先生 你说得对 老先生 您这句话还提醒我了 福堂队封列队的百姓都有恩 大家不会不帮忙的 来月黑八 明天到回轮场就发告示 帮大家都去找 既然这样就把身弄大了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好 就怎么办 你要坐在哪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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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 按别承 蒙磊 几人不绕架了 不想回去看看 我要是全报完这事 我得回去 今天你也看到了 根本没人往这荒山野岗里跑 你只管去吧 这儿我守着 出不了事 那不行 这儿没俩人守着 万一有人找过来怎么办 你就听我的吧 现在出不了事 五天之后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冯丽镇 一刻也不能停留 一刻也不能停留 万一有人查下来 只怕你连见你娘的机会 都没有了 谁 谁 刘二泉 你个女鬼 瘫子 你是这个世上 长得最丑的人 你是女鬼 像猴子一样 腿走不了 还记得害人 刘二泉女鬼 刘二泉女鬼 我告诉你 你要再说二泉话话 我现在就烧死你 刘二泉不得好死 刘二泉不得好死 你个女鬼 你个贪子 你知道什么 二泉原先不这样 她是为了救我 她当着她爹的命 喝下了贺鼎红 虽然人是救过来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你说 二泉现在有难 我能不帮她吗 你说话呀 父亲 有一次 我们俩一起去县城 回来的路上 遇到了大雨 我们临了一路 第二天我们就都生病了 可尔全 依然拖着生病的身子 给我熬药 也是那一次 尔全他爹 发现了我跟他的事 你在听吗 水 喂 你在听吗 喂 你不想听是吗 喂 喂 何老爷 是咱们风雷阵百年一遇的大善人 您像他当家的时候做的好事 我们全看在眼里了 我们离不开何老爷呀 这么一个好人 说不见就不见了 二小姐 您应该给个说法 给个说法 给个说法 施先生 诸位父老 何老爷上坟的时候 与二小姐并不同路啊 昨天 听说南山上闹土匪 二小姐一宿都没合眼 我们也着急呀 扯淡 土匪结人 为财不为命 既然被土匪结了 为什么没来谈出人要钱 就是啊 对啊 对啊 就没人要钱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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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们和何老爷 去南山上坟 离老远就听见枪响 也许 何老爷是在跑的时候 人在背后用枪打死了 放你娘子狗屁 根本就没去找 我听说四大何老爷 免了大家的利息之后 就有人怀恨在心 恨不得他早点死 把旧长翻回来 有没有 就是啊 这日子刚有点笨头了 不会又让我们活回去吧 我可把话说在前头 要说规矩 我指认何老爷的 对 对 二小姐您听见了吧 何老爷对大家伙多重要 是吧 我看您哪 赶快派人去找找 要不然的话 怎么跟大家伙交代啊 抄着什么啊 天呐 去去去去 干嘛呀 有点事啊 对 大哥 姐夫 这都干嘛呢 喂团宗 您可来了 可得我们主持公道啊 怎么了 昨天何老爷不见了 您看二小姐 那无动于衷啊 你看你这话说的 怎么就无动于衷啊 那是我们家里人 我们是弹挑 那是他男人 咱们可能无动于衷 一大早就派人去找他了 你怎么 再说了 这是李乌家的事 你带着这帮人在这儿闹腾 合适吗 是 怎么不说话呀 不是啊 那个卫团总 这个何老爷呢 跟别人不一样 怎么 等会儿 怎么就不一样了 他的事就是我们 风雷阵的事啊 您身为团总 那么这件事情 于公于私 您都应该负责呀 我们到这儿来 不是来闹事 我们是怕 何老爷有个闪事 这就是 镇里的大损失啊 对呀 对呀 不是 再说了 您谁不知道 是咱们镇里的 第一大能人哪 就说何老爷被人杀害了 您肯定能查出个 自首阴某的 如果说被土匪绑架了 那也只有您 才能跟土匪 当面进行交涉呀 再说了 就是仗着您的面子 那土匪也不太敢 再为难咱们何老爷 是吧 老东西您啥意思呢 什么都不说话 不是 闭嘴 他说 你 姐夫 你别听他们的 施先生 您是真会说话 说得好 真的 既然大家伙都这么信任我 成了 给我三天 就三天 我一定把合伙堂 给你们找回来 如果他被人杀了我 我就把这凶手 逮到这儿来 就地给他正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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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自己也会 那大伙就都回去吧 都是 都他妈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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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喝了 去不去啊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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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了 来 来 兄弟 我问一下 您是蓝山人吗 是 我想给您打听一个人 前几天啊 有一个人姓和 个子挺高的 小眼睛 那是我们家东家 来这做生意 您见过这人吗 没见过 咱这一块闹土匪吗 闹 经常死人 我们都习惯了 南山那么穷 抢你们呀 土匪不劫杀我们 就 就劫杀那些过路的商人 兄弟 我走了半天那水没有了 能不能到你家里 能抹水喝啊 我家离这儿远 还有十几里山路的 你住马家庄吧 对 那地儿真的挺远的 那就不麻烦您了 谢谢啊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美女 Gallery 洋海 老师 骂 你们 我们 爪爪爪 尚叔叔 得瞧瞧 得一下瞧瞧 喂老公 咪咪猫 上高摇 金蹄蹄 爪爪 爪爪 上叔叔 得一下瞧瞧 徐忠德 徐忠德 谁啊 是我 韩老爷 韩老爷 先考核静米之墓 滚 滚 别考 别怕 我是何府堂 何府堂 给你起名字那个人 徐忠德 徐忠德 何老爷 您在哪儿啊 躲在洞里 你 我被人害了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我 我救你出来 别动 孩子 别动 别动 让人发现你就没命了 别动了 外面是不是还有两个人 没有人哪 我问你 你认识老吴吗 不认识 施喜路 施先生呢 施先生 认识我 镇上人人都认识 找到他 告诉他我在这儿 好 您放心 我肯定去找他 记住了 在没见到施先生之前 千万被跟人说见到我 我记住了 等会儿 有 有水吗 小嘚嘚 我没带水 吃的 吃的有吗 没有啊 尿吗 尿 用尿一些 给我喝 我 我快死了 给我喝口尿 快 快 有吗 我 我尿不出来 别紧张孩子 别急 洗口气 好好洗洗 给我喝尿 小孩 小孩 你干什么的 采药的 谁让你乱尿的啊 这是人家的祖坟 我 我尿急 你是谁啊 你在替底下人守坟吗 对 这是我爷爷的坟 那你爷爷姓什么叫什么 我爷爷姓何 姓何 姓何 快走吧 以后别再来这里采药了 坏了人家的风水 娘 这些年不在您身边 让您老受苦了 孩子 这些年你都到哪儿去了 娘想你每天哭的 眼睛都看不着了 我去甘肃犯马了 娘 这都是让刘家给逼的 他们长17人 差点要了你的命啊孩子 七年了 你还以为你都回不来了 娘 你别这么说 二群为鲁 不也成了半个废人了吗 我可告诉你 这次回来 可不许去找他 娘 这些年您是怎么过来的 咱们冯雷阵出了个大善人 大善人 西坡有个叫贺福堂的 他爹是刘庆夫的马邦 后来让土匪给杀了 也不知道咋的 这贺福堂就娶了刘二泉 听说贺福堂被招上门 是为了冲喜 那刘庆夫因为范大燕 给强毙了 贺福堂就当了家 他当家之后 第一件事呢就宣布 凡是过去靠刘家 拉债过日子的穷人 一律还本不还习 这还不算 凡是上了年岁的 每户每月 还发给石金砸过面 贺福堂是个好人的孩子 他是我们的恩人哪 大叔 我想问一个人 谁呀 施喜如 你认识吗 施喜如 干啥的 是个老先生 不认识 我不是镇上人 来 来 我认识他呀 真的 我是他侄子 那太好了 你能带我去见见他吗 你找他什么事啊 我见了施先生才说 你这小孩 还挺江湖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是关于何复堂和老爷倒是 好孩子 你算是找对人了 我带你去见施先生 这个人明明是丰鲁洞 他就跟我说是南山的 南山没有码状牌的地方 我试诈那家 没有茶区处 老姑 你就是太朋友妈妈的了 我要是你 直接把他抓在这儿 来问清楚不就完了 别猫抓 你没听着他家里 还有一个老娘子 别把老太太吓着 施先生说得对 我让兰玉在那儿听着 有情况的话 他就过来告诉我 怎么样 我应该是把他给你 看得越来 我以为你 我应该是 我应该是 你